哈囉大家好 我是古獨熊路的張小倫 張小倫是我 那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錄影內容是 在競標時 就是你如果今天有想要競標什麼職務的話 那昨天剛好突發一些小狀況 那剛好可以做一個教學範例這樣子 就像我們看到這個競標文 那我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字體比較大大家比較好看清楚 那我們的競標文上面就打得很清楚了 金額對不對 一萬六千元 增值單位百元 那你的植株是什麼植株 我們把它寫出來 那這一瓶是細菌爪蛙 那也是一開始最新出來的那種悲苗 讓大家去培養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寫是主賠 還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是另外的 比如說 卷卷入五T7 那就是我們主賠鳥 那我們就會另外寫出來這樣 所以那就是這一瓶 在目前的市面很少 極少會有人賣到鎮株牙 所以我們就不會標註後面什麼 這是鎮株牙還是什麼的 因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嘗試 我們就不會標記出來 那需求的 環境需求呢 那我也有打出來 比如說 這一瓶細菌它需要高濕度 那高光 那我都會把一些細節寫的 那它適不適合新手購買 那我們都會打出來 那它現在的雅典健不健康 那它如果剛好長新臉新手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照片秀出來 那加上文字的輔助 那我們起標價格 和增值的單位是什麼 你要寫出來 如果你是寫連元起標的話 那以百元為單位 還是以千元為單位 還是實境位這樣子 你都要寫得清清楚楚 那接下來就是關於說 你要怎麼拿到這個植株 你也可以自取 或者你要寄外縣式 那如果你寄件的話 那你是寄Seven還是郵局 還是黑貓 你都要寫清楚 那得標 要不要運費 要不要包裝費 這個因人而已 你自己看 那你上版多久 我覺得都要寫出來這樣 那競標的時間 那今天最大 最大的問題點就是競標時間 這個點 因為我以前在競標 我都時間規範出來以後 那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今天這一瓶比較高階 所以說 後續大家在那個 時間快到的時候 大家在追標 追得很厲害 那我是定9點整為截標日期 對不對 那跟我賣植株的原因 我都打在下面 那照片我們也親戚的 把它用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是打開所有留言 再看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到 全部的順序 那 我們開始 這個1萬6 他出第一個 那他的時間 有沒有 臉書他 你用電腦開啟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下標的時間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們的越過上面 開始到 比較主題的地方 目前最高1萬7千5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 那我也提醒了 晚上9點截標 因為那開始 快到9點8點58分的時候 追標者開始出現 1萬8就出來了 那第二個追標者 他也追了 但是兩個金額一樣 那第三個追標者也出現 大概8點59分 那來這是這個 8點59分出標的 那我都有回覆在下面 他的時間點 我都有回覆在下面 1萬8千5百塊 8點59 那到這個江先生的時候 8點59分1萬9 那到楊先生的時候 9點 有沒有 他的時間走很明顯在9點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 9點 9點的第一位 就是我要抓的 那我就把他設定為他得標 但是 我卻忘了看到這個東西 我忘了看到金額 他們兩個金額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到最後 因為兩位有問題嘛 他要私訊我 那為了要求證 那我去查一下電腦時間列表 然後最後我講了 更正得標者 有江先生出價1萬9 後面的胡先生也是出價1萬9 兩個金額相同 所以後面的胡先生出價等於是沒有用的 他就沒有得到得標的 得標的 辦法 所以勒 我為了要求慎重 我有打電話給兩位先生 取得共識 所以最後由江先生先出價1萬9 雖然說他的時間走是59秒 但是他先出了這個價格 而這位 胡先生他出了這個價格 雖然是在時間 但是他的金額一樣 所以代表是無效標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 改天如果大家有競標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後面加上這些備注 我們競標時間 這都是舉例啦 你們要自己去改 競標時間 我們打得很清楚 9點整 那第一位下標的 如果前面的金額一樣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範例 比如說A名中他出了1萬8 但是他在59分 那B他也出了1萬8 就是我這個狀況 我們就會以A為主 我們不會再往後推一個 我們不會往後推一個 因為我們定的時間就是9點整第一位 那你如果是有那種要延標的 比如說 競標到了白熱的話 那我要延時間 延後賽的話 那就另當一回事 我比較沒有在玩那個 因為我覺得那個的爭議也很大 所以說我只是取9點整第一位 但是如果兩個金額是一樣的話 那我一律選前者 這樣子對競標來說會比較公平 這樣懂嗎 那如果你競標的話 我建議你出大步一點 你不要壓秒還是什麼 因為會造成這樣子的收場很麻煩 對賣家來說很麻煩 對買家來說 有時候也會買的不開心 所以說 以下標第一個為主 金額諾一樣給前面 我覺得下次我們在 打標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上這句話 這樣子會比較公平 那就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剛好今天早上就錄影 給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我有打電話給兩位先生 取得共識 我不是只是打字啊 傳訊息這樣子跟他講 我覺得這個比較沒有誠意啦 所以我就是以打字的方式為主 我打電話的方式為主 去跟兩位先生 取得中間的共同點這樣子 那也感謝 胡先生與江先生兩位都很理智的跟我在來聊 雖然一開始 胡先生很開心說 我得標了 但是後面我跟他說先不要匯款 我把事情思考一下 對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大家要注意 那不要說你是賣家 你今天決定要給誰就給誰 那個會後續會很多爭議 我覺得說你必須跟你的買家 取得共識 而不是說一意孤行的說 我今天要賣我最大 那會喪失的公平性 所以大家如果在買賣時遇到一些困難 還是怎麼樣 先不要急著去罵別人 先理智的思考一下說 今天發生這種事我要怎麼處理 像我也打給很多有在拍賣經驗的朋友 我問他說遇到這個情況要怎麼處理 他說基本上就是時間走路一樣的話 當然是先出價者為對啊 這個是沒有延時賽的那種講法來說 這樣是正確的 所以大家公平公正的競標 記得有時候要補一些文案上去 那這也是給我自己一個學習 給大家一個學習的經驗這樣子 好那感謝大家看今天的錄影啦 雖然今天的錄影有點無聊 就是看一個電腦螢幕畫面這樣子 好那謝謝大家 掰掰